今天讓你吃不上玫瑰松板 沒看錯這一盤粉的玫瑰花 都是由松板豬肉製作而成 既然有了紅玫瑰 當然也不能少了白玫瑰 精益剔透的卵絲 在師傅喬手下有了新生命 再搭配上綜合蔬果盤 堪生是店裡面的花系列 我一開始以為它只是個裝飾品 那沒想到它是真的可以下鍋的 創意造型充滿驚奇 就連火鍋配料也能做成拼圖形狀 增添用餐趣味 還有別以為這是飯後甜點 這個甜甜圈可是用各類蔬果 加上花枝漿塑形而成 另一間素食火鍋店則是 乾脆已花入菜 含苞待放的蓮花放入鍋中 緩緩綻放 讓視覺 味覺和嗅覺都有全新體驗 來自大阪的平盆鍋 先在鍋子底鋪滿蔬菜 再把肉片平鋪而上 吃完食材後剩下的湯汁 還能拿來做成鍋巴飯 米飯熟知吸乾 撒上起司條 蔥花和生雞蛋 飄著陣陣鍋巴香 還會堪熄 翻成中文意思應該是本機鍋 它是因為韓國早期的移民 到日本的時候生活比較窮困 所以說他們利用他們掃地的本機 演變出的一個料理 那是結合同班烤肉跟壽司燒 日本特色鍋還有陸兒島的 這個巨大鐵鍋 在直徑70公分的鍋子裡 依須放入肉片還有大把蔬菜 最後再從鍋子中心放入拉麵 麵條以花灑式在湯鍋中散開 讓人為之驚豔 只可惜暫時還沒引進台灣 趁著氣候轉涼吃過暖身 又能滿足口腹之餘 正是秋冬一大享受 記者陳旭 謝偉 台北報導 總統